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您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年龄的增长 无奇的斗志慢慢慢慢被消磨掉了 一个男人无论多么风光 但是心目中的理想不能实现的话 那么他永远将会成为心底最痛的地方 变成心里不能抹去的伤痕 时时做痛 一个无奇站起来安慰自己说 算了吧 能做到今天 你够知足了 立刻会有另外一个无奇站起来 把他打倒说 男子汉大丈夫 说过的话要留个人做笑柄吗 生不能为倾向 还有脸面回家乡面对父老乡亲吗 你这不是在等位置 你这是在等死啊 两个无奇 两种想法不断在脑海里纠缠 不满的情绪日积月累 迟早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的 公元前三九零年 魏武侯带领朱大夫 视察一下自己的老爹留下来的不动产 他们在秦境大峡谷里泛流于黄河之上 最新欣赏威俄雄伟的高原地貌 传道中流 看到了无奇经营了二十年的房区 西河地区 这个地方是一个军事天才 用半辈子的心血浇筑而成的 自然是故若惊烫了 魏武侯非常满意 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啊 盖探说 由此坚固河山 真是魏国的宝贝啊 听了这话 旁边的拍马屁专家 大夫王错 赶紧跳出来推波助澜了 这就是魏国强悍的真正原因啊 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其实这主臣两人一唱一和 根本就没有想太多的 但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啊 无意之间就触动了 无起脆弱的神经 你想想看 我花了半辈子的时间 驻守在这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 就是为了给你老魏家守门口 就算是一条守门狗 为你守了二十年的门 你多少也应该夸奖一句吧 可是现在呢 新主子的嘴里 没一句是感谢我们先君之臣 刘大汉 出大力的意思 无起的不满情绪 终于在这一刻忍不住 全面爆发了 他千不该 万不该 不该当这么多人的面子 去训斥魏武侯 就像老子训儿子一样 他说 非也 河山之险 实不足以保社稷也 一句话 果然是震聋发聩啊 魏武侯继位没多久 年岁也不大 听了这话 倒吸一口冷气 哎呀妈呀 谁这么大赏门啊 敢这么说话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 无起已经直接 对马屁专家王错说了 主君的话 是威国之道也 你这小人 又负贺主君的话 是威而又威啊 魏武侯这回看清楚了 原来是无起在说这话 于是愤愤不平地回嘴了 无起 你别光是批评 你倒是说说 有些什么道理 无起就说了 国家最宝贵的 是君主的德行 而不在于地形的险要 从前三苗市 左边有洞庭湖 右边有彭里湖 但不讲求德意 大禹把他们消灭了 夏节所处的地方 左边有黄河和浸水 右边有太华山 衣缺在南 阳长在北 施政不讲仁爱 商汤将它流放 殷州王的国家 东面有孟门 西面有太行山 长山在北面 黄河在南边流过 帝师也无比险要 但施政不讲道德 周武王把他杀了 由此看来 治理国家 在于君主的德行 不在地形的险要 如果君主不讲德行 就是同一条船中的人 也会有一天成为敌国的人 说完这话 武企特别用眼神 表扬了一下王错 这一段对话 主要的依据是来自于战国策 魏策 以及武企列传当中 武企的话 还描述了夏商两代的边境 成为后人研究夏商史的重要依据 在这里和您解释一下 他说三苗市左边有洞庭湖 指的就是今天的洞庭湖 右边有彭里湖 就是今天的江西柏阳湖 他说的夏节所处的地方 左边有黄河 右边有太华山 一缺在南 一缺又叫龙门山 在今天河南洛阳以南 阳长在北 就是指今天山西静阳的西北 说到昼王的国家 东面有孟门 孟门指的是古代的一条道路的名称 在今天河南徽县以西 西面有太行山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太行山了 而他说的长山在北 黄河南流 这里的长山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恒山 所以从这个描述当中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 夏商两代的边境了 这一番话说出来 王错当场给憋得 眼貌惊性两眼翻白 威武侯年轻气盛 也被气得胸中心潮翻涌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武器说错了吗 我们来大致地分析一下 看看魏武侯为什么要怒 第一点 武器话当中说到了三苗市 这是赤游的后代 原本在山东境内活动 后来被流放到了现在的湘西地区 那个时候 这块地方基本上就属于原始森林了 没人居住的 所以他们只能和小动物打交道 但是大羽还是不放心他们 又把他们往前赶 一直赶去了云南 成了现在苗族的祖先 第二条 夏节商咒 这两位人兄那是家喻户晓了 他们的光辉事迹 早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上 臭了大街了 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幸好啊 这个时候所谓的秦二世啊 隋阳帝啊 还没出来 否则啊 我估计武器这老哥 也得罗列出来 问题就来了 试问天下哪一个国君 接受得了和这几位哥们 放在一起比较啊 比如说 如果有人表扬你的时候 把你和街头小混混 或是拉皮条的在一起做比较 你心里高兴吗 更要命的是 你这可是在大家面前 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啊 魏武侯就是当年的太子姬 这个人不是一个气量很大的人 但是他很会做表面功夫 魏武侯为了保存面子 当即称善 很虚心地接受了武器提出的意见 表示对武器的感谢 说先生所言甚善 我今日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 从此往后 西河之君政专位于先生您了 不过明年人都看出来了 您也听出来了 武器老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别说当将国了 说句难听的 就是能不能在魏武侯的地盘上自然死亡 那都是个未知数啊 所以在公输所没有出刀之前 魏武侯已经在心里向武器宣战了 接下来魏武侯需要的只是一个理由 一个合适的理由 一个动手除掉武器的理由 仅此而已 这一种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 还可以 我可以 ladda 一م 这一点 有